晚上9点 皮诺县环保局15名鸡茶员 由局长严信苑亲自领队 要出发前往畜牧场鸡茶 所有的行动事先保密到家 除了少数干部 其余鸡茶员都是在出发前 才知晓此行的目的地 那今天我们晚上要去 聚牧的备手 然后也要做议会官能测定 在说明鸡茶重点后 环保局人员缤纷多路展开鸡茶 从热闹的市区开往市郊 局长这组第一个鸡茶店 来到位于大湖地区的一家养猪场 一下车除了闻到浓浓的猪屎味 鸡茶人员还听到水流声 找到畜牧场放流口后 果然正在排放废水 会刻意在晚上排放废水 水值不佳的几率非常高 应该是趁晚上 没有人的时候排放 看这个水是直接洗注射的水 洗完之后就排放了 目测放流水品质不佳 环保局人员立即进行采样作业 现场测量PH之后 在采集污水的罐子贴上封条 放进冰桶冷藏 要带回实验室进行生物需氧量 跟化学需氧量的数值检测 确认废水是否超标 现在的状况是他人不在现场 那他有可能是他的这个 放流水啊他是有用那个 计时器去控制的 他就控制晚上的时候排 白天的时候不要排 那他人也不必在现场 那他就是读读看 看晚上有没有人来 那我们这时候如果执行 夜鹰找鸟的话 他被抓到几次以后 他就知道说晚上 或是很早的时候环保局也会来 那他们之后就会有所警惕 采样后环保局人员继续前往下个 畜牧场稽查 绕着畜牧场周围 检查是否有绕流偷排的情形 也找到了放流口 正在排放污水 也能放流口给家啊 你现在该来投钱 该来投钱 来 我最爱吃 严信院表示不少业者都存着侥幸心态 认为晚上排放污水较不易被发现 也因此环保局决定执行 早鸟夜鹰专案 在迪峰时段加强稽查 所以我们不再晚上出来的话 有时候白天出来一般没有办法 采到他们的废水 因为他们都趁夜间或者清晨的时候排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 这个夜鹰早鸟计划的原因 除了采集污水 若畜牧场车位飘散 令人难以忍受 环保局会委托环保署认可的实验室 采样空气 进行异味官能测定 那因为整个我们采集空气的这个样品 依照环保署的规定 它有一个12个小时的这个保存期限 所以我们大概晚上的夜鹰 机查的空气样品的时间 大概都是10点以后 我们要进行空气的采样 那到隔天的早上8点开始 我们的实验室这边就会选择 6位有文臭师资格的人员 来进行文臭的实验 所以在1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整个异味官能的测定 也可以符合环保署的标准 平度县环保局夜鹰早鸟计划 从108年5月29日开始执行 每周都会安排突击机查 截至8月底 已经完成7次早鸟及11次夜鹰计划 共机查450家事业单位 约告发处分60家 环保局强调 对于恶意违规的行为 绝对予以重罚 藉由机查作业 让业者知道环保机查没有假期 必须要认真妥善处理废税 加强清洗蓄涉 降低臭味易散 机查处分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而已 我们最重要的是 还是维护我们屏东县的环境 其实我在这里呼应业者 要拿出我们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的企业赚了钱 我们希望维护这个环境 所以企业有自己的 本身的企业责任 大家要负起这个责任 共同来维护我们屏东县的一个环境 环保局表示 皮诺县养猪厂有1647厂 投数达123万多头 养牛厂有201厂 投数27000多头 结为全国第二 环保局接获民众陈情案件 已意味陈情最多 其次是被水污染 为避免因污染而影响民众生活品质 环保局除了针对畜牧场扩大机查 包括工厂 屠宰厂 皮革厂 都一并列入机查对象 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 以身试法 屏东新闻 张如意 柳建荣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